真的不會掉色欸 我覺得超級美的 它是這個紋 然後還有愛心 然後它還有上面很多小墜石 特別的所以這次我買了這一種 都是有邊測龍效果 紫蘭紫蘭的效果 這很適合出去玩的時候擦欸 Hello Hello guys 這一集影片要來分享 來分享最近在淘寶買的一些彩妝 跟一些小飾品 這麼多 其實也不是很多 我一定很久沒有買淘寶 大概兩年多沒買 首先呢 我買了很多假睫毛 這個是 它是說5D的假睫毛 它會有大概兩層 錯了 這樣可以看到嗎 它是那種比較自然的 但是有點凌亂的那種睫毛 比較原生感的這種睫毛 應該蠻誇張的 我只想要買來 賣一些小紅書的妝容 有因美感 還有買的這個下睫毛 這個應該是一條有三根下睫毛的 所以感覺冷靜向下放大的效果 應該會蠻好 買的是紅節上瓶 這個牌子好像蠻有名的 重點是真的很便宜 英國的一些彩妝或是 甚至你去一些亞洲彩妝的店 他們都賣得非常的貴 所以剛好這一次我朋友 在郭文去請他 幫我把這些東西帶回來 訂了很多東西 寄到他家 但其實也沒有很多 因為我不太好意思買太多東西 我怕他就要帶很重 所以一些小東西我就是買 這一個是另外一個睫毛 這個好像是那種女團感的 A字型睫毛 來擦一下看 芝諾妹的這個牌子 這個睫毛蠻誇張的 它是這一種 應該是比較束感的 貼起來會是這種 在剪刀上應該是比較誇張的 像網感妝容 這一款叫全能Ace 它是一個女團的那種 束感比較重的睫毛 還買了四顆眼影 它是這種分裝型 好它現在有點墜掉 可以看到它已經碎掉 它應該是蠻脆弱的 反正只要做 GIMI GLOW這個牌子的眼影 買的是一個分裝 因為我覺得 我不想要第一次就買 大顆症狀的 我想試一下這種 變色龍眼影的質地是什麼 這四顆都是變色龍的 所以它是有很多的偏光 感覺有兩三種顏色 所以光澤 光線的變化會有不同的 變色那一種的眼影 所以這四顆都是 然後它其實是 裡面都會塞個棉花糖 因為我覺得這個粉質 應該是蠻脆弱的 我昨天覺得太白濕了 我把這個棉花丟掉 所以它現在有點碎掉 所以這個應該是蠻脆弱的 隨便刷色一下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顏色是 Glass Slipper Topper 這一種感覺是 有點紫蘭 紫蘭的這種變色 下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Electric Unicorn 我就一次把它四個都刷了 刷個色看一下 這次買的這四個顏色都是變色的 這種質地 超美 而且超級顯色 GIMI GLOW這個牌子 是一個美國的小眾品牌 它有做很多顯色的 單色的那種眼影 這叫油漆桶 因為它真的很顯色 它沒有霧面的那種超級顯色 合和度超高的顏色 我想買的比較特別 所以這次我買的這種 都是有變色的效果 這一個是藍紫色的 這一個是叫Zenum 這顏色我覺得很美 它是這種黃色跟紫色的變色效果 這個是Dragon Blood 這個就是類似那種蒼蠅綠 綠閃綠閃的效果 這個叫做Electric Unicorn 它是這種黃綠黃綠的交錯的效果 然後這個就比較偏冷色調 是這種藍紫 電光藍配搭 有夢幻子的效果 然後 然後我還買了一些耳環 但是耳環我昨天就是迫不及待 已經先把它戴上了 耳環這次買的是這個 它是一個綠色的心 但它現在有點覺得歪掉 這個耳環是綠色的愛心型 然後我還買的是基輪款的鑽 水鑽的白色水鑽 因為英國就是買什麼東西 就非常的貴 然後這個耳環也就是非常的貴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種小東西 就不太值得我花這麼多錢 畢竟在這裡生活就是 經濟壓力有點大 所以就不想浪費太多的錢買耳環這種小東西 所以淘寶買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呢還買了這麼多的穿戴架 然後還買了這三副這個穿戴架 是不是超級美 然後這一副的話就是這種 色谷風的風格 帶一點粉紅豹紋 然後還有愛心 然後它還有上面很多小墜石 但是我很喜歡就是 它不會太長 因為我之前有戴過比較長的 我覺得我真的是 因為我很少留長指甲 所以我不太會駕馭長指甲 所以這種算是中等程度的 我覺得還比較實用一點 所以我今天應該就會 等一下就把這個戴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目前很想嘗試的 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就比較偏可愛的風格 就是大耳狗的 因為它有個雕塔香圈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 藍色的配色 然後感覺蠻適合夏日的 輕爽的那種穿搭 然後我特別喜歡的這個 這個它是這一種 我覺得帶的會蠻漂亮的 藍色的玻璃珠的感覺 接下來 這個是不是超級閃 我覺得很有那種 美少女戰士或是 愛天使桃子的那種感覺 上面有水磚的愛心 然後配一些 我覺得很有那種 2000年少女戰士卡通的感覺 然後這個就比較適合 晚上出去玩的時候戴吧 然後呢我現在意識到 我就是完全素賊人臉 有點感覺畫面不是太好看 所以我現在想要來 先上一點妝 這個是我最近用到 買的Hourglass的遮瑕 這個顏色 是偏深色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會舉不來 遮我的黑眼圈 然後這個鏡子也是這次買的 好像是原色波塔這個牌子 一個化妝品牌的 竹子鏡子 再來就是 稍微遮一下黑眼圈 簡單的畫我的底 這個遮瑕它的質地非常的濃郁 所以 其實它只要用一點點就可以 遮著很夠 它遮瑕力非常非常的夠 只要一點點就拍開 它的遮瑕力 就是蓋力很強 我覺得要搭配一個很好的工具 這個刷子 是我最近買的 這個是 英國的訂閱制的美妝品牌 你要付一筆會費 你就可以用很優惠的價錢 買到他們的產品 它是一個這種 它的毛是很密的 所以當我在這樣子遮的時候 它可以拍圓的非常的快 這樣子你輕點輕拍 把遮瑕全部都按到皮膚裡面 而且我覺得很服貼 而且遮得超快的 看我就這樣隨便按一下 就已經完全 遮得差不多了 上面再把眼皮的按整 再遮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遮瑕刷 搭配這個遮瑕 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這樣子 已經遮得超多了 我覺得這樣子是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遮瑕我覺得蠻適合 如果你今天不想畫粉底液 你有想要遮局部瑕疵的話 我會就是這樣遮局部 就用個蜜粉 定個妝 然後可以這樣遮個嘴角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些痘疤 可以淺淺的 會點個一兩點 用這個遮瑕刷這樣子 按進去皮膚裡面 再把邊緣上面圓液一下 這個顏色是比較深色 所以我覺得蠻適合遮一些瑕疵的 但它就沒什麼提亮的效果 可以再用餘份 再蓋一下這邊比較淺的瑕疵 這樣子就是整個店精神很多 好 回到這個穿戴甲 是最近我們迷上了這個穿戴甲 我本來要買很多的 但是我怕我朋友 覺得我買太多很難帶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訂太多 所以我就是訂了 這邊有四副 在英國還買了兩副 但是那個是有點太長了 所以我剛出去玩的時候帶了一次 我就覺得 可能還是要去練習一下 從短的開始練習 所以我很期待這一次的 好方買了這幾副 因為我長度就稍微選短一點 跟我在英國買的那兩副比 但是這副還是比較誇張一點 我覺得超級美 就像是這個光澤跟上面的鑽 這是下一副 這副就比較偏 也是很誇張的 但是比較偏甜美可愛的感覺 有一些小熊跟 類似軟糖愛心的設計 還有發著綠光的蝴蝶結 這裡有一個蝴蝶結 但是有點甜心軟糖 很紅的這種感覺 這個呢我覺得 可以穿一些粉色系的 因為它蠻好看的 因為我打的關鍵是色谷蜂美甲 所以這幾副 其實這個店有賣很多風格啦 但我不太喜歡 帶氣質款或是太溫柔 所以我轉了這幾個 因為我也比較有那種辣妹風格的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 所以這四副 晚一點就會把 這個爆紋的這一副帶加 因為這個算是比較短的 它的一片方甲 所以我待會就會把這副帶起來 來淺淺的定妝 我用珠谷的粉餅 這個粉餅非常好用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日系粉餅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效果蠻好的 它是這樣子 這顏色有點黃 但是它是 主打是有光澤的粉餅 所以它擦上去有一種粉底液的效果 它是會折射的光線 所以它擦起來不會很 雙眼很厚很死 我還是會有一點皮膚的光澤 然後就這樣 但我覺得它 像在眼睛這附近的 修飾效果也蠻細緻的 它可以把一些瑕疵稍微模糊掉 鼻子就是這樣 我們就上往下的 可以把一些瑕疵進行的 比較完整一點 它的遮瑕力可能就是輕度 但我也不會指望一個粉餅 遮瑕力多強 大部分就是拿來補妝 或是稍微輕輕的 當那個蜜粉餅稍微定個妝這個效果 但我覺得它這種 柔霧柔膠的感覺很美 像我這邊上一半 這邊的粉底就已經被柔霧掉了 這邊還會有一點油光 這邊就是這樣子 你看它用完還是這種 我已經用了 全部都是粉 都已經蓋上粉 但是它還是有這種透亮的光澤感 我這邊才沒用 所以它可以保留一點 肌膚原生的這種光澤感 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粉餅 是舒服的一個冷門好物吧 它玩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是很有原生肌膚的光澤感 好像我這邊有一個會紅的地方 這個瑕疵大概是這樣子 是不是稍微疊一下的話 其實也還OK啦 只是因為昨天我擠了一下 所以它有點鬆起來 就是一個輕度遮瑕 它在鏡頭上感覺還蠻美的 有光的感覺 OK 我買了三支口紅 看一下 買了三支這個口紅 這三支都是原色Porta這個牌子的 這個是我看到一些男生用的 雖然應該是廣告啦 但是我覺得它擦起來還蠻 蠻漂亮蠻自然的 這個主打 它是一個光澤唇釉 它會沉默 它還會沾杯子的那種光澤型的唇釉 然後它長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包裝還蠻酷的 就是這種有點未來感的設計 搭配一個比較方磚的 而且我覺得它刷頭做的也蠻細緻的 它是這種有一個小凹槽 所以就可以儲存那個產品 所以它沾起來還是有一定的產品這樣 這個我昨天已經偷偷試過了 它是這一種棕色調的 但是它不要等下乾一下沉默 它等一下顏色會變更深一點 因為這個我已經昨天用過了 所以我想試一下別的顏色 但我覺得我昨天在擦的時候 我就發現它不是特別的顯色 所以如果是生唇的話 我覺得可能要在唇下稍微蓋一下 尤其我記得有一個顏色是非常淺 我們先來試一下那個很淺的顏色 真的很久沒有錄這種美妝的影片 其實我還是有大量的在採購美妝 但是呢一直提不起勁要拍影片 所以今天心情蠻好的 雖然外面的天氣還是蠻糟的 但想要好好的專心 再來回來經營我的頻道 雖然2024已經過了半年 這個唇釉就是主打水感質地 光澤液體鏡面玻璃唇的效果 要等它沉默它的顏色會變得比較深 這個顏色感覺是蠻淺的 我覺得它這個刷頭還蠻好用的 可以一次沾夠的那個量 這個感覺是那種 淺蜜桃粉色帶一點暖調的這個顏色 那我來試試看 我現在的唇色感覺蠻深的 因為那個小紅樹上面的影片超級美 它每個脫起來都是窩裡唇的那種效果 昨天我在試的時候 我是有點眨眼 然後擦上去覺得有顏色嗎 但是我後來看一下 它是說它要等它沉默 顏色會再變深一點點 會更顯色一點 它有一個鹽價哈密瓜糖的味道 有點甜甜的味道 我沒有特別喜歡這個味道 它的質地是很水的那種 沒有什麼濃稠度的唇釉 它也不太會拉絲 真的非常的不顯色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我來看像其他人試色的 試色的感覺 原色波打鏡面唇用 水感不酷酷的 不要是很輕盈的這種水感的質地 讓嘴感覺會虛弱一樣很薄很透 稍微等一會兒就沉默了 它就單元就經驗感越強 是那種高透高亮的玻璃唇 而且沉默以後 是不沾妹的 正式的六個顏色 是不是感覺很好用 所以我買了三個顏色 我覺得它現在是不是有比較顯色 但它遮蓋力非常的薄弱 我覺得現在有個 很蜜桃的感覺 我擦是這種感覺 感覺它擦比較粉一點 等一下我來研究一下 它擦起來是那種白桃 白桃果凍的感覺 我只能說非常的自然 很適合微塑眼的妝容 看全臉是這種感覺 其實是蠻漂亮的 這樣子 它有個光澤感 但它的光澤感 我必須說是比較偏自然的光澤感 因為呢 我現在手上也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Lily By Red 它這個真的就是那種 超級會感覺要出 出水的那種果汁 果凍感 這個會更強烈一點 或是一些 歐美品牌出的那種 唇油或是唇油 唇蜜之類的 光澤感我覺得會更強一點 它的光澤感 我覺得比較 沒有到果凍感這麼的強 它是比較水光感 而且它的質地也是薄薄的那種 歐美那種唇蜜唇油通常會比較厚一點 質地會比較厚一點 這個就是水感薄透的感覺 帶點自然的水亮感 它如果吃到會有個 點價的甜味 這個有點扣分 這個有點化學怪怪的味道 造洞琥珀這個顏色 這個好像 哦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系列 它是 原色解放水光唇釉 這個是波浪鏡面唇釉 這是原色解放唇釉 這個好像是 這個白色的好像是這個銀色的 前一代 有點不太確定 哦 這個是偏棕色系的這個顏色 再看一下 感覺顏色重一點點 它也是質地差不多 水感 輕薄那種水唇釉的感覺 它的刷頭中間是有個洞的 可以儲存那個產品 沾起來的時候 我喜歡這樣子 稍微 這個顏色就比較偏中調一點 感覺蠻有氣質的 比較適合搭一些 棕色系的眼妝 或是可以換那種 氣質的OL妝 這個我覺得蠻漂亮的 棕色系的紅色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也是帶光澤感 來測試一下 再沾不沾杯好 我回來了 然後拿了一個這個杯子 真的不會掉色欸 它就是上面稍微那個水膜 稍微掉了一點 但是你看它還是很有光澤的 再試一次好了 杯子有點濕 這個應該是這個 躁凍琥珀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的膚色 然後帶點棕掉 棕紅 紅棕紅棕的感覺 然後 不會掉色 所以它已經沉膜了 它就是有一層 乾掉之後 它會包覆在你的嘴唇上的感覺 然後這個顏色就 不會沾到這個玻璃杯上 嗯 我總結一下 就是它是有水光感的 然後不沾杯會沉默 但是它現在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 味道 口感我只能說噁心 化學的那種 化學的味道非常的重 所以 我在看小紅書的時候 他們推薦 他們當然是沒有講到這一點 但是我現在買了之後 失誤就覺得 有點微微的擔心 好 那我們來化個妝袍 下一個是這個 Kaleidos 這個萬花鏡的四色眼影 我非常喜歡這個牌子 但我一直 我覺得他們的品牌形象 是那種完妝的風格 我還蠻喜歡的 我感覺它是主打 歐美的那種顯色度 然後這個是這個盒子 這種 有點粉色的感覺 是不是超美的這個盒子 它是這種 霧面的這種盒子 蠻喜歡這個Logo的 感覺可以當個刺青 然後我買的顏色是 我覺得現在肉眼看 這個粉色沒有 我在網路上看得那麼粉 然後它搭配了 就是三個霧面色 跟一個 這個亮面的 應該是蠻閃的金屬燭光色 銀色 那它整體的色調 就是有灰粉灰粉的效果 我覺得 我覺得蠻美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化一下 那個這個 先用這個粉色打底 這種淺淺的 菸粉色 飽和度不是很高的 顏色 上面用這一個 又深的顏色 稍微靠近毛根部 做一個像水的效果 用三分之一 來一點 再用這個最深色的 它真的非常顯色 做一個前後加深的效果 然後用一個暈染刷 暈染刷 用這個亮片色 放在中間 大概是 歐美閃片的感覺 這感覺拍照會非常漂亮 它是 金屬 銀色的這種感覺 這種亮片 就沒在鏡頭面前化妝 就是感覺化的蠻糟的 實在是 在鏡頭面前化妝 不是我的強項 所以 我還是要對著鏡子 好好研究一下 噔噔 好 現在我看覺得蠻美的 它是這種粉紫碎鑽的妝效 然後它的亮片色非常的美 就是一格的金屬銀色的紫色 亮片色非常的美 跟它這樣子 也加起來 它的那個碎鑽 碎鑽金屬感非常的強 然後 反而我在這樣 第一家的過程 那這個亮片一直飛到我的眼下 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我畫的沒有很好 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紫色過度的這個效果 所以可以加一個眼線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 隱形眼鏡 是我最期待的 這種濃妝還是要加一點 線睫毛隱形眼鏡 會更好看一點 加一個眼線 感覺會比較有神一點 很喜歡這個眼妝形狀的 就是 我比較喜歡長一點的眼妝 因為我覺得我的眼睛在我的鼻力很爽 算是比較短一點 所以這樣子 會變得比較橫向的放大我的眼睛 我還喜歡這個效果 然後現在 我們來試 隱形眼鏡 Witch S 我非常期待的一個品牌 但是呢 有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發生的 就是我昨天 跟我朋友拿到的時候 我發現只有拿到一副 剛好我其實訂了三副 我訂了兩副藍色的 一副棕色的 但是呢 我現在 只有拿到一副 所以我不確定是既丟了 還是我朋友沒有幫我帶到昨天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在研究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 但是就是有點 難過 因為這是我最期待的一個片相 就是這次買的東西 然後 如果你們有常常看小紅書的話 就會發現他們有非常多的 有顏色的影像 鏡座的非常的漂亮 但就是 會有點擔心 它的那個來源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 以我生命安全的那個 抱著我生命安全的 幫大家試一下 這個 我一直非常好奇的 這種小紅書的 彩色隱形眼鏡 戴起來到底是什麼感覺 因為那些照片影片 都是非常漂亮 像羊娃娃的那種 隱形眼鏡 我一直非常想嘗試 當然英國就沒有辦法買到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台灣的隱形眼鏡 牌子也沒有出 就是這種感覺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戴一下這個 我買的這個是泰式奶藍 然後我現在戴完了 哇 我覺得很厲害耶 讓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種 我覺得很有AI的感覺 買的是這個泰式奶藍的這個顏色 戴起來 而且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它是一個半年拋 戴起來它是有這種 戴光圈的 不過它的光圈很特別的是 它是有雙面都有光圈的 所以它你在轉 就是它如果轉動的話 它不會變成之前那種 你知道鬥雞眼的感覺 我覺得蠻像Aspark會戴的 那種AI感的美圖 我剛剛就是用那個眼影 剛剛這盤眼影盤 畫了一個臥子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紫色 其實也算是一個膨脹色 因為我把它拿來當作臥蠶的搭底 然後畫了一個陰影 我覺得 效果也蠻好的 可以搭配一些混血的眼妝 而且感覺拍照應該會非常的有聲 比較好看 而且我意外的 它的直徑沒有很大耶 因為我本來以為 就是小紅書的那種 大部分都是很誇張的類型 但其實這個這個直徑是蠻小的 主要就是主打它那個花紋 那種 他們是叫高光的鼻桶的效果 就是很有漫畫眼的感覺 然後目前戴起來是還OK 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適感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 然後我們接下來試一下下睫毛 它很酷耶 它這邊還有分就是 有些眼頭眼中眼尾 所以我就照著它的那個說明來貼好了 貼完的效果是這樣子 我真的就是跟隨它的上面的指示 就是眼頭 眼頭一個 然後眼中我帶了兩處 然後眼尾一處 很多人會貼出那種下肢的效果 就是讓你眼睛往下更放大一點 所以我稍微往下面一點貼 但就是有沒有貼得特別誇張 看一下 這個就是貼完的效果 然後就是沒貼的樣子 然後就是沒貼的樣子 有貼 一直往前衝 但是沒有辦法就是這種 像下捲曲彎曲的樣子 挖的效果 不過是需要一點技巧 因為你在貼的時候 這種夾子一定要非常乾淨 你在夾子上面 粘到一點點的夾你的睫毛 你在放睫毛的時候 它這個睫毛就不會黏在眼皮上 就會又跟著你那個夾子走 因為那個夾子 它有黏性 這就是我戴完兩邊的效果啦 是不是還蠻好看的 感覺這樣不用刷到什麼上睫毛 整個眼睛的已經夠有神了 A by Red 這個超好用的 推薦大家去買 這個是我在Yes Style上面買的 它是一個唇蜜 應該是唇蜜吧 然後它是一個這種 我買的是這個 羅粉色 應該是 我記得是12號是1號 這樣子的 然後它的果凍感超強的 而且它味道不會很噁心 就是有點甜甜的味道 但吃到 味道不會太噁心 就是這種 裸中裸中的顏色 然後它擦上去嘴巴 瞬間滋潤 然後唇蚊消失 我覺得超厲害的 那厚度就比較 就是那個在嘴巴上的 就比較有厚度的感覺 你看 下唇的唇蚊完全消失 然後充滿了果凍水光的光澤感 我覺得這個 唇蜜真的是像濾鏡一樣 就瞬間 把你的那個唇蚊都消失掉 然後只有這種 水光瘋唇的 嘟嘟水光玻璃感 而且這個牌子 不會很貴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會再多買其他的顏色 它起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它是 我覺得還是比較 可以偏接受的化妝品 會帶有的 水果的香氣 喔來修個容好了 感覺我的皮子有點 跟這個眼睛不太搭 因為現在眼睛已經完全是 AI洋娃娃的妝感 所以我覺得可以搭配一個 稍微再更 AI的鼻子 這邊的修容就是用這個 就快速的修一下 不過我就用 通常會用這邊這個深色 跟這邊這個中色 就是稍微 這樣刷一點 這一盤我覺得修起來還蠻自然的 然後它是有很多顏色 可以搭配你的眼妝 然後腮紅 就是一盤全部搞定 然後戴一下上面這個眼睛 是怎麼那麼酷 那其實我等一下也不要出門 不要化成這樣下去 就是可能就是洗掉 主要修的時候 就會把鼻頭修得近一點 我的鼻頭會比較寬一點 所以我盡量想要修成這種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會修下面的 HIGH OVER線 上面這邊畫一個V 給我換一個斜線 換一個斜線 然後這邊會修得短一點 所以它沒有皮小柱子這個地方 我用的刷具是Morphe的這個刷具 刷碗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盤刷起來還蠻自然的 但是因為相機會吃妝 所以我還是有稍微刷的重一點點 然後這個也是原色波打這個牌子 這個是原色波打波浪 液液體眼影 淋巴玻璃海 這個色號 這個是一個液體眼影 然後它的刷頭就是這樣子 很細 所以它可以來畫一些亮片階段 或是可以點綜一下臥蠶 然後就在 挖在這個臥蠶的味道 挖在臥蠶上的效果 可以耶 這個點完就更有那種網感妝的效果 臥蠶感覺更有肉條感 看一下 這種感覺 不愧是網感妝 真的 偏誇張 但就是 拍照起來會很好看的 亮片無我產感 所以 這個我覺得OK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畫個腮紅 這次我沒有買腮紅的 這次我沒有買腮紅的 難怪有摩托車 這次我沒有買腮紅 然後我想要用 剛剛我在整理我的化妝品 然後我就挖到這一個 HIME 出的 這個是他們的之前 好像還蠻紅的一個曬紅 然後是04-0這個顏色 它是那種杏仁烤奶色 就是比較暖調的粉紅色 那我就隨便用這個 刷子上一下 我覺得這個顏色還蠻適合我這種膚色的 就是 不是特別白的 上在 臥蠶正下方 然後帶一點臉頰 我覺得它上在我的臉上 暖調 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一般喜歡這樣子 稍微帶一點 我覺得眼妝還蠻重的 我就是 腮紅輕輕的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如果要再誇張一點 鼻子的話 其實可以用剛剛這個液體眼影 稍微點一點 這個真的超閃的耶 點在皮頭上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試這種 它就是水狀的 highlighter 然後是這種很細的鼻刷 所以我覺得可以點在你 特別想要著重 加 就是highlight的位置 我覺得點在鼻頭的效果還好 感覺鼻頭比較尖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底色 所以當你這樣轉動的時候 不會黑一塊的那種感覺 整個讓妝容的精緻度 會再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欸我還沒有用那個 變色龍眼影 讓我們再來玩一下這個變色龍眼影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剛剛就是碎掉的這個顏色 它真的量非常少 因為它是分裝的 所以它真的只有一點點 所以就是讓你適用顏色 如果你喜歡再買正中的 哇這樣感覺AI感更強 而且跟這個眼妝還蠻搭的 紫蘭紫蘭的效果 這很適合出去玩的時候擦欸 超級閃 而且很顯色 我覺得用了一點點 而且感覺這個色調 跟這個影像已經還蠻搭的 那今天就是這樣畫完這個 AI洋娃娃妝的效果 下半年繼續堅持 希望每個禮拜年 可以至少做一支影片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